每次直播大家问我的螺蛳粉火锅怎么做的 今天教大家做 今天用的是小锅教你们做家庭版的 需要用到的就是牛油火锅底料 然后再挑一款自己喜欢吃的螺蛳粉 洗锅放点油 先把这个底料倒进去给它炒化 喜欢牛油味重一点就放两块 记得要小火不然容易糊 炒化了以后把螺蛳粉里面的这个酸醇倒进去给它炒一下 然后再来点小蒜末 一起把香味给它炒出来 再放一点这个切碎了的西红柿 炒到这样稍微冒泡了以后就可以把螺蛳粉的汤料包给它倒进去了 不用了一包螺蛳粉的底料 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和人数来定 这锅做出来差不多三四个人都够吃 喜欢吃辣的我们还可以放一点小米辣 不喜欢吃辣就不放 稍微熬到这种有点点粘稠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水了 这是螺蛳粉里面自带的辣油包 我还会再来两勺这个辣椒油增香 最后来点花椒干辣椒 稍微熬一会就可以烫菜涮肉了 这就是重庆牛油火锅和螺蛳粉的完美结合 一点都不黑暗 你们自己回去吃吧